今天接下来呢 也有几位特殊的观众 他们也是草原儿女 让我们掌声欢迎 著名的马头琴大师 齐宝丽高老师 还有大家非常喜爱的歌手 乌兰图亚和奥日奇乐 有请 欢迎三位 那刚才呢 我们的舞剧表演的过程当中 三位也一直在台下在观看 我知道其实乌兰图亚 你的爸爸好像就是奇兵 我的父亲是第三代的奇兵 然后他是奇兵第五师 所以看的时候 我一直热泪盈眶 就致敬我的父辈们 致敬草原儿女 这个记忆应该是 我们草原人民共同的记忆 不应该抹灭的记忆 代代相传 希望我们的奇兵 能够让更多人能够 到剧院里观看观演 谢谢 奥日奇乐 你应该很小的时候就接触马了 对 我几乎就是童年整个 跟马一起长大的 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 爷爷的那匹马 早红马也是 我放羊在山上高烧 下雨的时候 那个马就一直 就蜷缩着 脖子这样蜷缩着 我在马下面 然后发大水的时候 老人说是 马用嘴把我叼回的家 所以就是那个马没的时候 我也特别痛心 一个月之后就没说话 所以我觉得何老师 您选这个 嘎腊为早红马 真的是中意的代表 齐宝利高老师 这部剧对您有着特殊的感情 因为我知道您和他们 是一个剧团的 对吧 我是在这个内蒙歌舞团 工作了整整62年 我今天这个 特别是这个 今天演这个马的这个演员 发音达兰 所有的动作跟马一幕 发音达兰 你是不是应该用马的 那种感谢的方式 谢谢千倍 不是 这舞蹈说话 不像让我拉琴 也不像画剧演员 不像歌剧演员 那舞蹈动作让人理解 那是真的不容易 还有这个男演员 张磊 他演得更棒了 为啥呢 我哥哥呀 我哥哥就在四平站一次的 他当时抬着那个担架 所以我今天 我今天看见那个担架 对我 我都想起我哥 他在四平站一呢 他23岁 连结婚都没结婚 搞对象也没搞就死了 他死的时候 留给了我一个毕业活 我现在还拿在我手里 我一直到现在 我心里还记着我哥 我哥哥是个真正的英雄 谢谢 谢谢齐宝丽高老师 我相信哥哥不仅仅是在您的心中 是个英雄 在我们所有人的心中 在中国人的心中 他都是英雄 接下来呢 我觉得齐宝丽高老师呢 已经把他心爱的马头琴拿来了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呢 就请齐宝丽高老师 还有我们能歌善舞的 我们蒙古族的朋友 我们一起来和演一个节目怎么样 您来挑曲目 不是 我就把这个主题曲拉一下 主题曲 我爱哨舞的歌曲 我爱哨舞的歌曲 你会证明的歌曲 似碎的海流满 满满意量 一球奔向前 满满意量 满满意量 让我们再次谢谢 谢谢徐保利保老师的精彩演奏 谢谢三位嘉宾 好